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2G11比赛中,金曲奖获得者维利安遭到了网络歌手王OK的淘汰 在盲选结束后,是战队战,赢得全员晋级,输得一方淘汰一人 而在战队赛后,练是残酷的导师混战赛 导师随机抽选战队,没有任何保护机制 不管是谁只要输了比赛,直接淘汰出局 而在这一环节,将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 李荣好战队的最大排学员维利安将会和汪峰战队的网络歌手王兴又名 王OK进行比赛,而在比赛中金曲奖获得者输给了网络歌手 那么维利安输掉比赛是他太弱,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 其实,从网季节目来看,维利安被淘汰,咋就是定局 想这种级别的歌手,一般都是节目组邀请来炒热度与话题的 一般都会与节目组签约两三期节目的合同 时间一到自然就会离开舞台 而这个时候不能说直接退赛什么 而被其他学员淘汰 若说个人实力 王兴作为网络歌手严格来说是网络短视频平台音乐创作者 与金曲奖获得者维利安无法相提并论 虽然他也发表了自己的单曲 不过与维利安的歌曲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 不过对于维利安的淘汰,依然有不少网友表示 作为金曲奖得主,还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歌手 在参加中国好声音止步22强 而且还是和一群原创水平不怎么样的学员比拼输掉了比赛 他应该十分尴尬 其实,在我看来并非这样 被网络歌手淘汰 止步22强并不尴尬 毕竟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艺人 而他什么时候淘汰,早也和节目组商量好了 加上他在内地偶演唱会,通过这档老牌音乐节目 在开演唱会之前,通过一档收视力极高的节目 让更多内地人了解到他是最大的收获 而且在9月份开始,他在青岛,北京多的有多长演唱会 在这种情况下,提前淘汰初级 他才可以更好地去准备演唱会 这也是为什么他早早就遭到淘汰的原因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